我们在今天刚刚结束的 传奇扑克超高额买入豪克赛的主赛 200万港币买入的长牌中 我们之后是Adams是赢下了比赛 我们的Brenkani是拿下了亚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本场比赛买入四手的David Peters 终于是回本了 对 有盈利 15万港币 对 可以看到他也是对自己的排击非常自信 一次次的加入游戏 终于果然还是得到了一个收益 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破发赛 蹭上是直接击中了葫芦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遭遇他的是我们Tutella的K-high的一个童话 在这个后手应该两个玩家是会可能打光 那他最后合牌的这张方便反而是救了他 因为目前场我们目前我们目前我们的排面上是单张成花 那么他知道他的葫芦可能是 小了 如果我们的Tutella刚刚是筹码散进去了做了一个加注的话 很可能在转排是会打光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爆发这个葫芦是特别难跟住了 好 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这边童话是比葫芦大 这边童话是比葫芦的 可以看到在破发心里已经想出了对手很多组能赢他的手牌范围 可以说这张合牌的方片A真的是 虽然他现在觉得不想看到这张牌 他觉得他的转牌是领先 但其实从我们上帝视角可以看到 这张牌正是给他的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比他更不想看到这张牌的是我们的Ju Taylor 果然他选择了7牌 谢谢 不是这张牌 我不认为这张牌 我们的枪口位Ju Taylor直接选择加住了一手中等牌力的边缘牌 全是杂色 这里Waiking卡托弗威拿到了19 选择跟住 这边庄家卫往左 选择放弃 兄弟 今天最生胜是一粒子弹六无冠 我半冠你拿 我拿第二 我没想到一争 如果我和你快点一天 两位玩家都没有任何其中 大家就出那个 无论哪个带头先 好吗 出了拿两百万里倒就OK 嗯 就算你整一粒 我有很多 Ju Taylor拿到了一个两头胜 没办法 两头胜的听牌 那么做了一个一万的下注直接是拿下了底池 River have a little cheat River always like that River a lot Hat a flush of turn already No I think last hand after this hand first I put the same I put the same You bet Don't waste the time If no If no flush touch I wouldn't bet You wouldn't bet in full house What you call In a brick Maybe eight I bet I thought you had full house Six eight Yeah You don't bet brick really If drill comes jacks It looks like you are drawing No value betting Maybe you have eight nine 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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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straight yeah Yeah maybe straight Should bet Should bet Well maybe shouldn't bet Should top wrong strategy тест 还在讨论上一手牌 如果合牌掉的不是一张方片A I should open 你掉了一张草花的钩 或者是一张其他颜色的钩 嗯 可以 那麽这里 前指挥的黄花花会不会选择下注 我们的派手之间还在互相交流 一手牌应该怎么打更好 他们不一定有一个说 这样打一定比这样打好 但他们讲出了不同的打法 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 至少派手们的思路和选择会更多 那目前这手牌两个玩家都击中了中队7 但我们的王佐在击中队子同时 还有一个前门角黑桃 合牌的一张A给王佐带来的是 低两队变高两队的一个提升 A是B 这边我们是休息 可以看到来自上海的王佐已经是拥有了接近三个门角的 可以看到来自上海的王佐已经是拥有了接近三个门角的 三百个前驻 非常的夸张 我们的来自马来西亚的Evan Low是拿到了128个前驻 25万6千的计分牌 这张桌目前是五人的直播桌 前驻2000 庄位4000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下边要走开哦 主观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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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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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vey 杨茜茜 icia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沒想到昨天我的偶像Panormal就這樣子拿死這一團花送頭了 這邊我們看見Peters他是All-In 49.5千的擊分牌 然後呢這邊Jetton cover他 如果他輸的話還剩27.5千的擊分牌 那這個翻牌對Peters非常不利 在這邊我們看見Jetton已經擊中了頂隊 現在Peters需要任何4或者A才可以拿下底子 這個轉牌並沒有幫助 但是給Jetton帶來了可以買花的機會 所以現在這裡Peters少了更多的outs 這邊Jetton拿到了銅花 順利的淘汰了Peters 那這邊Peters 他應該是這個比賽裡還是輸一點的 但是已經1萬5千的擊分牌 那其實觀眾可以注意一個小細節 在他們 Adams在小盲選擇加注的時候 他加注了4個大盲 其實最近的潮流 我看盲住的攻防 那加注4個大盲 是雖然尺寸稍微比較大一點 可是蠻常發生的 因為你可以讓對手 用一個比較差的賠率 來進行跟你 遊戲 不管你是小盲選擇 Limp 然後你在大盲 你要加入4BB 讓他進入很難打的狀況 或是你在小盲 不讓大盲 有很好的賠率 跟進這底子 4個大盲 在籌碼很深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加注的尺寸 那我們看見就是 這德州撲克 有流行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就是打法 那我們以前會看見 面對莊家衛的家主 小盲大盲這邊 會再加注比較小 那經過很多玩家研究 在這邊Button是可以call 很寬的範圍 那之後這小盲大盲 一般在如果再加注的時候 我先劃一下回家 4倍到5倍 那我們在這個轉排 Kenny持續做了一個 這個稍微比較大一點的下注 大概是50%左右的下注 那Adan這邊有S-King 那在1對1的狀況之下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牌 所以他也覺得自己 其實S-King是有機會在 這個翻牌上領先 那Kenny也試著下了兩發 來保護自己的8-8 那如果這個River 我覺得會是一個 雙方都check的局面 那兩位玩家 合牌過牌 那這裡Kenny順利了達到 兩條街的價值 我剛剛去查一下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Adoms的成績 他今年 他看你們兩個解說 那麼辛苦 來你也被打一場好了 哈哈哈哈 有老闆那麼大方 好這邊我看見槍口位 那這裡Adoms是一隊伍 加注到11萬的幾分牌 然後呢 祈禱我們的Delaway的Kenny 有可能選擇再加注喔 那這裡他是拿到A7 選擇加注到415000 將近快4倍左右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有時候會看見 如果就是兩位 積分牌比較多的玩家 在一張桌上他們會避免 給對方壓力或者跟對方打很大的抵制 但是我們看見在這個桌上 Adoms跟Kenny兩個人 並不是這樣 他們是不停的攻擊對方 再加上Kenny他本身有位置的優勢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的優勢對他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對 因為他兩個生酬嘛 那坐在一起 他的下家就是會佔據很多優勢 因為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在短籌還沒出去之前 你不會冒太多的風險 那如果我們知道這兩位玩家之中 一位聽到另一位的話 那這個玩家差不多就是我們整個主賽的冠軍了 對 因為他應該這樣就手持90%的積分牌 那我覺得這一把牌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個Brian Kenney怎麼去處理 跟Adoms怎麼處理 因為其實這種狀況是很常發生的 那譬如說在這種短人桌 你選擇去3B你的上架 可是你是一個完全沒有擊中的狀況 你要下注要怎麼下注 然後在你是抵抗的玩家 你的牌不夠大 可是你要怎樣去推斷對手的認局 要該怎麼抵抗 我覺得像這種我覺得就是一個撲克很難處理的時候 嗯 那我們看見這邊 經過Adoms過牌 Kenny選擇下注40萬的積分牌 那在這個面上 Kenny他用A7同花 他跟他無關的牌在這個面上 還選擇繼續下注 有很多玩家看見這個面上 就是對方應該手上有很多可以跟注的結構 應該是15、16個大馬 呃 Jetton我覺得這把是逃不了的 這邊選擇直接O-in 或是你要跟注 要Check Race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我們看 Jetton直接加注了 20萬的積分牌 那在這個比較 呃 濕的面上 我們可以看出就是有很多 可以買順的組合 和買花 那 這裡Jetton他 覺得自己暫時是領先了 所以 來了個加注 我總覺得Kenny快笑出來 怎麼我頂三條還被Check Race 對 運氣太好了 天上掉了 掉了 掉了一塊大餅砸到自己 然後 這個應該 我覺得會是個CALL 然後 呃 等等 Jetton自殺 那這裡Kenny選擇跟注 我們的 能不能掉一張紅心石 紅心溝 讓Jetton有點機會 唉呀 那這裡出來一個黑桃2 GG 那 Jetton這邊也不會Care的對手 沒有Frost 這邊頂隊打完 是一個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他這邊沒Owin 才我覺得會 才 這件比較奇怪的事 這邊應該就是會直接打完 那我們看見 Jetton他後手 也只有剩七十九萬五千的幾分牌 然後這個底次已經是達到七十六萬了 那這裡Jetton選擇下注三十萬的幾分牌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Kenny應該就會Owin了 因為他畢竟 他也擔心對手 會不會有一個黑桃 他不會讓對手免費 看這個Rebert 而且 對手已經算是 深深的套詞了 那 Kenny 選擇Owin Jetton在這裡 沒有辦法起牌了 Cole 天啊 這個真的是 對 閃不掉的 黑桃的情況下 這裡Jetton 他是Drawing Dead 就意思是說 沒有任何一張盒牌 可以幫助他了 那這裡我看見Kenny 又打淘汰了一位玩家 這裡 現在我們主賽 200萬港幣滿路 的傳奇撲克主賽 是還剩三位玩家 Timothy Adams Brain Kenny 我們來看他要做什麼決定 我是覺得這種有Showdown Value XHigh應該是會選擇Check 那如果是一些 譬如說 開不了牌的 譬如說一些 KHigh 或者是什麼 這邊 這3B底色也沒有什麼 開不了牌 然後可以跟Flop 就是一些 沒有開牌價值的牌 然後這個盒牌 來了張K 在這裡 Kenny 暫時 他是 能贏下底次的玩家 是拿了一對四 可是Kenny現在 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領先 485 485 抱歉 485 那這裡一下就485,000的基本牌 淪了 會只有 1個人 多盒 5個 1個人 2個人 歡迎回到我們的 短排現場 我是大亨林承安 我是阿彤 接下來由我和大亨為大家帶來這場比賽的解說 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也是這次在激州島舉辦的傳奇撲克2019年激州戰 超高額買入豪客賽系列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100萬港幣買入的短排賽事 目前是這場比賽的Day1 在我們桌上都是一些短排的高手 可以看到在短排中我們很多玩家喜歡在前置位去Limp大量的底排 基本上是一個數學上前45%的範圍的底齒 底排都是可以去跟住的 在這場比賽中 我也是拿到了一手可以Squiz擠壓的一手AK雜色 我們的砲發來自馬來西亞的選手 這次的傳奇系列賽我們的PoFu P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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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贏了兩個比賽 打到滿前面的 他的Hands up 在短排輸給Jason Quinn 然後在昨天的Turbo的那個比賽裡面也拿到了第三名 成績也是蠻好的 可以看到剛剛在排球上他跟選手聊天 我們可以感覺出來他其實是一個雖然自己很有錢 雖然自己很有錢 但是還是蠻用心在學習去提高的一個玩家 是的 可以看到他提到有一手牌要回去什麼 用Snapshot去算了一下 在這裡四七同色是要All-in的一手範圍 可以看到這裡裝位 拿到一手八七雜色選的繼續在裝位 Squiz 那這裡其實我們M16的這手十九雜色是可以Call的 他果然選擇跟住 因為這牌在短牌裡面的表現是非常的優異 在這個後手席情況下 他完全是可以跟對手打一個反復力持 那Ivan本身在短牌裡面也算是一個打得非常好的玩家 我們兩位選手得到了差不多的概念 但是Ivan本身的牌是比對手集中了更大的對手 這樣子的話會在轉牌一張七是實現了反超 我們的Jungleman中了三條 那現在在位置中央之下應該會做個架子下注 O-O-In被秒扣了 因為這個後手實在是有點少 因為這個後手實在是有點少 兩個籌碼還沒用 兩份籌碼 因為他們每一發白贏會有三發子彈 我們的Trutella後手也是應該有兩張牌 對 這是GTO GTO SUTAYLAR也是PartyPoker的簽約牌手 對 BTO SUTAYLAR這個玩家我沒有非常的熟悉 然後是有聽過他的名字 那阿彤你對他有什麼印象嗎還是 我記得有一次是跟幾個世界比較厲害的玩家吃飯的時候 他們說Trutella在澳門被有一段時間被稱為那邊Cash大的 就是盈利最強的三個人之一 是嗎 對長牌 他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說 應該應該是還可以吧 這邊 應該 他就是說 我聽到一個傳聞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來自一個國外的職業高額牌手 他說有一次在澳門 他們打一個非常大的局 有一些來自亞洲的範圍的一些富豪 就是不是牌手的 不是這種做得少的一些富豪 然後在澳門的一個VIP室 打當時的錢柱 打非常大的買入的一個德州的一個 國外有聽過那個局 是十萬二十萬四十萬港幣嗎 是十萬二十萬的 十萬二十萬港幣忙住的一個局 對那應該 當時情況是桌上有一個老闆是輸了非常多的錢 然後已經輸了大概 那萬已經輸了上千萬吧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提議說 我們開始忙all in好不好 因為他覺得就是打長牌太久了 又太晚了嘛 臨前了就很累 他說我們開始忙all in 然後那老闆應該很開心 沒有 老闆就說忙all in 那其他一些就水平很高的 像Chutella這樣的職業 玩家肯定是覺得沒有意思啊 就跟水上的跟水下的拼運氣嘛 然後就沒有人接查 然後這個時候老闆又說 那我們不忙all in 他說每把人加一個一萬美金錢住 然後這個時候依然是沒有人應查 但Chutella第一個跳起來說好 好 當時我覺得他們打的不是那個局 十萬二十萬 是打了一個一萬兩萬忙的 一萬兩萬忙的 再加一萬NT 加一萬美金的NT 那一下子這個局就大了 大了十就是將近二十倍的一個尺寸嘛 就從大概千萬的一個輸贏 變成了上億的輸贏 然後這個時候Chutella第一個跳起來說 好 他就是從這個故事可以說 他是一個覺得我 但凡有技術上一點點優勢 我對你有任何一點點的edge 我就可以跟你有多大打多大 是的 他當時被稱為說一個 就是全世界任何一個人 就是坐在這張桌子上跟他打牌 他都不會怕的 他對自己的水平非常的自信 原來是這樣子 對對對 好 我們現在鏡頭帶到我們的毒王 那這張桌子是沒有感應的那個牌桌 所以我們現在看不到毒王的底牌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的 亞洲撲克女神的瑟琳娜麗 先去做一個休息 吃飯去了 可以看到他陷入了長久的思考 看到翻牌是A79勾勾 兩紅桃兩方片 單黑桃 所以我們看到他跟他打牌桌子 是他在打牌桌子 是他自己的抵抗 他的抵抗 和他打牌桌子 是一方面 我們知道他的抵抗 所以這次我們真的打牌桌子 是兩方面 在你中間的抵抗 8000万美金以上 8000万美金 这太夸张了 这太多了 就是这位橘黄色衣服的玩家 我听朋友说过 他的 他打牌就是用来 不是他的钱 不是他的资产 他只用来打牌的钱 就可以有8000万美金以上 这个人家全世界什么局都可以打 对完完全全属于他资产 我们的ST 翻倍 那 哇 我们的Ivan Leo 他的AA初取 原本累积到将近30万的筹码 两把牌就快就没了 现在后面应该是还有这一发子弹 那对于这个buying 我相信如果能在重买期间内 我猜Ivan Leo是 眉头都不会皺一下 哈哈哈 基本上8发以内 应该都是 对他来说都算是一个 小数字 是的 他上次的主赛事就买了 4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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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谢谢阿彤分享了一些短牌的资讯给我 然后让我来学习 一下短牌的一些跟长牌有一些哪里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还蛮有落差 而且策略应用是一些我没有想到 区别还蛮大的 我短牌现在是目前高额圈的趋势 其实对于我们排球来说不管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风靡的扩客游戏 不管是感兴趣也好不感兴趣也好 其实有必要去多去学习认知一下这个游戏的策略 因为不管是专注于打长牌还好也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多学习一种多去出垒旁通一下都是对自己有益无害的 我看那个出特的感觉蛮年轻的 对 看面相很年轻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岁 那其实会很佩服阿童他其实会玩各式各样的游戏 那像我本身就只会打HODEN 跟打一点点奥马哈跟更少点的短牌 那其他的游戏其实我都没有真的去学过 但是我的奥马哈也水平不高啦 就是因为打的不是很多 我比较喜欢打的是 当然德州是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 第二是喜欢打Soha 高低Soha 比较有意思 是七张高低Soha 对 那是不是要记对手的底牌 需要吧 对 要需要记牌 就是翻出来的每张牌都可以记住 因为七张高低Soha 你基本上在一个满人桌你是能看到整整大半腹牌 如果是多人底持的话 其实超过四家底持你就可以看到半腹牌 所以在玩七张高低Soha的时候是没办法玩手机的 对 对 你要记牌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记牌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过程 好好好 你看一下圈 你飞行一下 好好好可以啊 好的 因为盖掉之后就会把牌盖起来 对 如果你是在比赛中 一般是 其实在Home Game也是啦 就是 在欧美的Home Game也是 就是如果你是盖牌 像是这里的话 你是直接 把你手上的牌 扔给迪了 但是在Soha中 你是需要把你手上的名牌 就是因为 Soha的时候 你都是有名牌和暗牌 你要把你的名牌盖到你的暗牌上 然后再一起给迪了 而且最好盖牌的时候 排出礼仪高尚一点的玩家 是会把它盖在 就是一个牌的大小 就是所有的迪在一起 不是特别散乱 因为七张牌比较多嘛 像德州布克的话 你两张牌迪了是比较好收拾的 我看一下 这手牌是 两位玩家都没有任何一张黑桃 手里是一片通红 三条圈也选择过牌 CTIK 从头埋伏到尾 哎哟 I missed so many wins 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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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lled a call I should Why you call this hand a flop? No future Because I was Yeah but I've got like so many ways to win I can suck out I can block you I've got all the options If I miss I over bet Makes sense 我看到我们的Evan Lounge在这里拿到了一首KK 在走务之位直接选择加注 庄位选择跟注 面对一个3万的下注是直接放弃 因为这样子他的后手是只剩下4-5万 Ivan is Chinese right? No No For the 1 million pound buy in We won from one country's finest car 哈哈哈 Russia's finest China's finest Malaysia's finest 我们的Ivan是马来西亚的玩家 那他去年是马来西亚的GPI第二名 那GPI第一名也是马来西亚的 Soyza 对 Michael Soyza 这是个问题 哈哈哈 No re-buy No re-buy No re-buy 1 drop I think 3,000 1,500 1,500 好 这里在前之位 另不了两家90欧之后 我们的Ivan Rose又拿到了一首可以All-in的牌 那如果面对这个All-in 90欧虽然是一个很可以去游戏这个的牌力 可是在没有看到翻牌之前直接跟All-in还是有一点点不太现实 这是没有必要 可以在短板的时候自己放进去 可以 因为对手还有棋牌率 那对手已经先放进去了 你去靠别人就有点被被打了 就被压了一点点的概率上 赢率 因为相对而言对手就没有棋牌率 因为相对而言对手就没有棋牌率 Good old days Good old days Good old days Jingle Man是在这里 枪口位 选择Limp了K圈杂色 好多 多少 16K 啊 到了一个 Race 他选择跟住 我昨天后来有发现像我们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有ante跟盲住嘛 对不对 可是我在譬如说昨天 在Postar这个平台上面我看到是 他好像是ante跟 ante就等于 那个 就比如说他打200 就是他ante就等于那个 潜注 现在ante就是潜注 就是他不是24000 他就是譬如说 因为Barton 我们在这边是Barton负4000 你要Limp的话你要补到4000嘛 对不对 那像在Postar 假设他是2块的 那就全部人都只丢2块 那庄位也不给多 庄位也没有给多 庄位也没有给多 对 庄位也没有给多 那可能在Postar上的规则还是不太一样 我没有在PS上打过6加 对 应该 那应该没错 那应该2块是 庄位要丢 那全部都是100个ante上桌 对 那没错 庄位丢一个 那一样 我想应该是通用规则 对 通用规则 我搞错了 如果庄位不多丢的话 庄位太划算了 对 庄位 那这边这个King Queen中的顶对 还是选择了跟注 那Pofar 这一个 可以看到 我们的K圈 在面对一个 凡前加注的抵持很容易遭到 被 被压制的一个态力 对被压制的状况 对 所以这K圈选择Limp 好像不是很适合跟注后面的挤压吗 嗯 其实零率上是可以的 零率上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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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被压制 对 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对手范围里面还是有一些A勾啊 一些 对子 像勾勾 那它是可以去跟注的 只是有的时候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就 不太 不太好游戏 不过这里 竟然已经跟注进去了 看到了 看到了顶队大踢是没有buff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正常频率的对手 你需要有一个正常频率的去防守 不是扑克不是只在一手牌的输赢 不能说这手牌他输了 那么他这个决策就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而且有在昨天阿童给我的教材上面看到 其实他的一些 面对对手的一些加注的频率 好像你抵抗的好像会不太一样 面对对手100%的 对手的百分之四十的百分之八 跟对手 比如说百分之四十的百分之八 跟对手你要去抵抗的好像就不太一样 对 你要去抵抗100%的前百分之八 或是你要去抵抗40%的前百分之八 好像长得不一样 对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范围 因为这也是在牌头上 需要对对手的一个灵魂解读 因为我们知道 扑克虽然是以数学为基础 但是说到底是一个人与人博弈的一个游戏 因为在这张桌子上他们可以直打自己的系统 是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样子一张桌子上大家都没有特别大的短板 每一个玩家都是比较系统科学的 没有一个玩家是会用一些非常乱七八糟的 不科学的打法去游戏这样子一个比赛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况下 如果你面对对手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那么我觉得 首先你当然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系统 你自己的系统就像是你的系统上的一个盾 就是你需要用你的一个绝对的一个 一个对牌里的认知去基础游戏 然后在当你举起了盾之后 你针对不同的对手去调整 那么这些调整就是你盾以外的矛 用你的系统去防御 用你的针对性去针对不同的对手 就是首先你要建置好自己的策略 然后再彻底去执行它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受到你的情绪影响 或是一些什么额外的状况 你没办法 因为毕竟人不是机器人 对 所以阿彤我们可以跟观众分享这个教材吗 这些阿彤分享这个 因为我本身英文能力也不是很好 然后是一个 一个中国内地的一个职业牌手 我不知道这个方面分享 因为这个是有办 我们当然是不会分享 我们直接告诉他是谁 我们不可能送给观众 可是观众可以去找他 一个叫做阿全的一个职业牌手 然后他做的视频 我昨天看了 真的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在找一些扑克资料的时候 我会找一些中国的视频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那个中国的一个做视频的玩家 他其实是法国人 他讲中文 叫Yoyo 那我看过他的 我看过他们的那个 我看过他们的那个 视频 然后我也是 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一个法国人 然后讲的是中文 叫Yoyo 对 其实因为 我之前也有试着看Rawing once 可是其实去看那些视频之后 我发现其实 我们都没办法 我是没办法听到 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可能比如说 我可以看他怎么打 就像我以前看 据声困的视频 然后我可能就想 他大概是怎么样的打法 这样子 在 复刻世界里面 有非常多的值得学习的 也有不同的 教材 视频和一些高手的打法 每个人都可以去挑选 自己喜欢的 或者说是 觉得自己 对自己最契合的 一条思路去选择 是啊 像我 像我那天我在厕所遇到 Bonomo 我就很想跟他讲说 要不然能不能收我为图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不知道 他应该也不会理我吧 不一定喔 或是跟他 比如说有个交换条件 比如说我今年 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那 你就收我为图吧 但是你们 平时相处的时间 不会特别多 收益有限 对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 再打破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对 好我们现在回到场上 我们的 TruTerror 在Cutoff Limp了一个非常强的 在短牌非常强的 起手牌 十勾 童花 稍有一个 夾住 那他还是比较在 后卫的位置 选择Limp 那你觉得 会有可能直接 选择O-1吗 还是会选择 这是一首 很棒的 可以300多O-0的牌 然后被我们的 Iron Leo Instant Call 想都没想 马上会跟 在这个位置 他已经做了一个 夹住之后 那么赔率是特别好的 目前他 两面几乎是55开的 同色的勾石 非常强的一首牌 来看一看这里的表现 已经得到了 已经得到了一个 顺花双手 看到这个flop的 King Queen 剩下百分之二十四分之的胜率而已 可能King high win 这真的太强了吗 这太强了吧 同花胜 而且还接到勾的同花胜 对 六七八九十勾 同花胜 我有一条非常长非常长的同花胜 六张同花胜 我没有见过 对 以前跟小张一起的 这边就像有红星A的同花胜宿 没有见过他吗 胖胖了 嗯 这是职业的啊 也是职业的 但没有看到怎么说的啊 没有在我们的圈子咯 是吗 一直打网 打网啊 打得蛮好的 你看到我们的拳推特在翻前打得非常激进和凶残 看到我们的拳推特在翻前打得非常激进和凶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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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根据凯莉公司而言 他是可以下注这个跟猪 我们来看一下Ivan Leo会是什么牌呢 其实我们很多牌手在打摇赛的时候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一些博弈方面的一些比较基本且有利的一些公式和评论 刚提到的凯莉公式就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在锦标赛中非常非常一手AASUS 一手个人觉得在锦标赛中非常有用的一个理论 目前为大家带来的是依然是传奇复刻2019季州战超高额买入豪克赛系列赛的最后一场 收关站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目前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大亨和我阿童 我们的Pofa还赢了Sidepot 那现在跟阿童你讲的凯莉公式我记得凯莉公式好像是你的每一个bet或每一个注是自己的总BR比如说2%是这样子吗 在一些如果你有55开的一个博弈的话是四分之一的比喻是比较科学的 然后还有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说关于盈利的公式而是它是一个关于你永远不会被打破产的一个公式 应该是说几率非常非常低吧 对就是说你每次面对一个多大盈利的一个对抗 最好是投入多少比例的筹码 你的后手筹码和你的盈利的关系 我之前有学过凯莉定律是用在打21点上面 21点也是 21点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凯莉公式可以在博弈方面的一个应用 是的 我猜应该百度以下应该就会有这个资料了吧 应该有应该有 是一个比较 对一个比较浅显入门但是也是需要一定专严的一个理论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去深入专严这些理论到什么程度 而是经常你需要去知道这样子一个存在 然后去知道 就对自己的锦标赛策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高吧 去控制 我们的Ivan Leo算是打得非常凶啊 Ivan对于短牌的了解好像也算是比较多一点 对不过现场我相信桌上每个人都对短牌有做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转播跟上次转播 看他们打短牌的感觉 感觉每个人都有进步非常多 每个人的策略越来越清晰 对 有一些脉路可循 对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往左的积分牌是有一个失误 这里没有显示还没有打进去 我们发发现在是拥有297149个前柱 我们的盲柱依然是前柱2000 装位抵住4000 我们Ivan Leo Pucky Queens 又来了一手 顶级牌里 哇 那我们在Pova 这边会不会选择跟住呢 90童花非常强的一个 短牌的骑士手牌 可以考虑跟住 这里 这里是可以考虑跟M6的范围做一个对抗的 但是他没有投入 而且有一个UT级玩家的一个跟住 那如果有两家All-In是90会比较有赔率去跟住 赔率是一定有的 就是看你的还是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凯莉公司的应用 就是看你的后手成本的后手 如果像比如说两家都有一家Cover 或者说是 呃 占据你大半的筹码的话 其实这里是一个蛮 对于整场锦标赛而言 你是一个蛮 负1B的决定 可是我觉得 平白无故会自己担了更多的风险 但是如果 两位玩家都 相对于你个人的筹码来说 是一个很小比例的话 完全是可以做一个对抗的 我了解 可是我觉得凯莉 定律用在譬如说锦标赛 或是用在这个实际上桌上的一个筹码 即时应用 我觉得会不会 不知道好不好 因为你想一下如果假设 他O1那可能只有我的一点 假设O110个大马 可是假设我有个 好200个大马 那他O1 我也不可能去跟一个 再打长牌 我也不可能跟一个27 我也不可能跟到一个这么弱的牌 是吗 单挑的时候是可以的 是吗 单挑的时候是可以的 你都单挑的时候 对 因为单挑的时候 希望把对手打死 对没有SM压力 对 可是应该还是可以选一些比较好的牌 不是吗 不用选 因为有盲的 有盲的关系 像对手10个盲 你有200个盲 那你剩下20倍 是可以 对任何牌进行O0 是 可是我是说 我是说跟住O1 就是如果 你跟一个 比较 当然我觉得你说的 那个方式 我觉得可以去O1 因为对手七牌绿 你可能O1 100% 可是跟住可能还是 是要选一下 可是我觉得凯莉的这个方式 在 比如说你的总B 总B 你得看你的二七 对于对手的全范围 是有一个多大的 就二三十%吗 那肯定够了 那肯定够了 数学上一些 你用你二十分之一的后手筹码 去跟对手做一个 哪怕是二八开的对抗 那如果你只有他的十倍呢 那你就要推到只有 可以 十倍 也不用你可以去 不用去挑二七 这么 这么 差到极致的牌 我觉得一些勾嗨就可以了 对吧 一个勾嗨其实蛮容易抓到的 好 那我们这边 Jungleman有一个很棒的 双头顺停牌 而且 没有任何花座在上面 对 又是一手 勾石 那势必要O-in 因为这边 底十倍率对他来说 算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的Pofar 在这边 中了一个三条 哎 他盖掉了 他选择盖掉 哎呀 哎呀 是扣 Fuck what do you have 他最近是不想用 这手牌 跟对手做一个对抗 想要挑更 好的机会 这个 这个 这个可能是他有一些 个人的考量 因为我刚刚看后手只剩下8万多的 计分盘 其实应该照理说 以培育来说 应该算是蛮足够的